这是有关新西兰法律的重要信息 如果您携带了下列物品 您必须在这张旅客入境卡上申报 任何食品 包括水果、蔬菜以及肉类、鱼和家禽 烹饪用料以及所有乳制品 其中包括任何可烹调、食用或吞食的产品 还有请申报所有植物、木制品、种子、动物产品 中草药、户外或运动器材 或任何相关产品 请在您的旅客入境卡上如实申报 我们可能会对它们进行检查 或者将它们丢入机场随处可见的违禁品丢计箱内 如果您不确定也可向我们询问 这些行李中的任何一个 也包括您的行李 都可能携带了会危害新西兰环境与经济的病虫害 我们的搜寻权经过专门训练来发现违禁品 您的行李可能会接受X光透视 或者打开检查 无论什么原因 如果您没能正确申报 您都可能当场被罚款至少400元 最多可罚10万元 或者面临牢狱之灾 切勿忘记申报或丢弃 这是新西兰法律的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检查